剛才微博動作非常快 微博 分享一下你的心得 我百度的零交非常強 不知道你想要這個 說你登錄它就直接送 直接送你啊 不用買 我剛也在內上把那個畫面給你 那為什麼 為什麼他不送我 因為我已經領完送的名額了 就是前面他送你10分 20分 然後剛才Janny也在登錄 他說每天簽到還有什麼 再送你5塊10塊 5塊10塊 20塊這樣 每天簽到就送你 就等於購入金啊 其實台灣的Momo也有做這件事 Momo購入 你每次登錄他就跟你說 你有200塊 你有500塊 剛好每次都是你登錄 每天晚上結實 你有沒有發現很巧 每次都是我登錄那天晚上結實 然後又在家電用禮物 然後2000才能提100禮物的 感覺很厲害 所以現在你什麼公司 可以立刻Copy模仿 網上就學一招 這超厲害的 所以來 今天Facebook上面 剛剛PO的 來 請問一下吧 無論如何Go 無論如何往前走就對了 別停留在現有的成就上繼續前進 另外一種說法叫每天進步1% 給各位看另外一個 這兩天有之前我訓練的一位老師 給我的feedback 這個就是我剛才講的那個練習的例子 然後這個是另外一個隱區的 這是跟小賴四雄那邊 舉個例子 昨天叫實戰諮詢 實戰諮詢有台南上來的 有台中上來的 所以北中南三地串流 對 我的那一張畫面 我給各位看一張東西 一張東西 不是張東西 然後這個 這個是十年前 這個有上過我的課的老師 他是一位老師 這位老師比我大十歲 我四十 她五十 那她最近的英文課被人家砍掉 英文課被砍掉 然後她說 Garry老師可不可以請你介紹 學習班 然後這個可以讓我去教課 我說當然我可以找找看 我保證 但我盡力不找找看 然後她就回想起 我十年前 將近十年前跟她說 我說以後一定要用網路 我說以後一定要把你的教學課程 拍成影片 然後部分免費 部分收費等等 我講了很多 所以將近八九年前 十年前我就講了 然後她有聽 但是沒有懂 所以這十年來 她一直執著在她的教學上 但她說 昨天聽了你的留言 因為她最近問我們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在Apply裡面有討論 她說 心裡很難過 因為一直以來 我以為加強教學能力就是競爭力 十年前我就說 不是 教學是你的競爭力 沒有錯 但如果老師如果永遠此為教學 那就永遠只是老師 我們早上講的 think big live large 所以我十年前就覺得 我不能只是當老師 那為什麼不能只是當老師 當老師其實也不錯啊 為什麼不能只是當老師 因為未來十年 大學新增人口會 瑞減百分之六十 剩下百分之四十 所以我們今天不是在跟主任聊嗎 對不對 不要說私立大學 公立大學的教授都創了蛋 那何況是其他的補習班 私立大學 所以十年前我就有這種 information 跟這方面的感覺 我就覺得說要開始佈局 佈局做什麼 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我是將近十年前就開始做這樣的佈局 那她是一路看著我 一路看著我這樣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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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現在 然後我在企業上顧問 所以她很感叹 她很感叹 回國也是其中一個在路上 搬路上有看到過的人 對不對 那是幾年前 你看十年前啊 對啊 十年前啊 我們一起上課啊 嗯 真的啊 十年前啊 差不多十年前 好 然後她就很感叹 好 那 後來很好笑 她就說第二老师 她說我五十歲了 好 你叫我要再去什麼弄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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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心有餘餘的一部主要再加兩個小孩要照顧 所以呢 有沒有 她就問我 她說有沒有 不用出力的股東 就你現在有公司嘛 我現在有兩家公司 她說你有沒有不用出力的股東 那我就當股東 領分 這樣就可以了 我說of course 如果你想要這樣當股東 OK 好 就有這樣的機會 所以她二話不說 立刻匯了好幾萬塊給我 就是我們一股多少錢 那就算好 同時有那個會計師算好 所以她就立刻變成我們股東 所以她說 本來很難過 然後早上看到我是股東這句話 又燃起了希望 然後 以後至少不用拾荒過日子 好慘啊 好 所以希望自己努力賺錢養護自己 所以這是活生生血淫靈的案例 十年前我有講 其實這十年過程當中我一直講 但是有人聽懂的人沒聽懂 我當時有講那個花蓮的老師嘛 他也是啊 兩三年前我跟他講 然後他沒有做好 那我們有一個辦法 佛度有緣能 奧義佛佛 那他現在問我什麼 銷售型啊什麼什麼 他就變成興趣了 那就是偶爾看一看這樣子 因為你不知道 十年的gap 耶利 十年的gap 就是他一直維持在他的教學 然後這十年來我一直在嘗試 心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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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十年他要花多久才可以追過來 追久 對對對 所以擺不及了嘛 對不對 所以 真的 我剛才跟他聊完我也覺得很 要怎麼說 對對對 要怎麼說 就是我有講啊 我有講啊 對不對 那所以 台語這樣講好了 聽到我的 教你大學才 聽到我的 教你大學才會 直接擺著過來 就這樣啊 聽不懂啊 再來多聽幾次嘛 這樣 遲早有一天你會聽懂 OK 就這樣 我只能做到這樣啊 所以每天都有不同的體驗感 非常有趣 尤其慢慢慢慢 這個五年前 十年前 八年前 什麼都不懂 所以老天爺是很放棄的 他會在某一個時機 給你一些feedback 那如果你有相對努力的話 OK 好 所以回來 我們從一五一開始看 一十年三 Domitory 所以我要感謝我自己 五年前 突然一頭栽進自根 那坦白講要感謝一位老師 叫Lisa老師 Lisa老師是十年前跟她一起上課的老師 他們現在都還是老師 但是十年前 因為Lisa老師的一句話 所以我在上課的時候 我就問說 老師們 你覺得Perry老師的unique selling point 獨特賣點之一是什麼 你覺得什麼 我就問嘛 問大家的意見 結果Lisa老師說 我覺得自根啊 Perry老師這個自根 有些東西 我覺得你講得很清楚 我聽得懂 Perry老師講得都聽不懂 哦 是這樣嗎 其實有時候是這樣 就是說 就是說你自己雖然有感覺 但不是很肯定 但是因為你不但去教別人 不但去教別人 不但去教別人 不但去教別人之後 別人一直肯定 一直肯定 他就會覺得好像真的是這樣 結果最後就怎樣 真的變這樣 有聽懂嗎 有聽懂 沒有 Donna沒聽懂 Brian有聽懂嗎 好 我用白話說明好了 這是內地的說法叫人生三逼 叫做傻逼 中逼 牛逼 讓我們有容易理解一點 剛開始什麼都懂傻逼嘛 後來好像懂了一些 但其實也沒有真的懂 叫裝逼 假裝很厲害 後來真的 四五年下來 大家都覺得你很厲害 那你再趕快 譬如說 我剛才講人家 那你講不下去了 然後趕快轉移話題 然後給他查一下 這個 原來是這樣 然後下次再趕快來補充 我聽懂嗎 然後最後你就變成牛逼 然後說你怎麼都知道這些東西 廢話花五年 活花五年的時間去研究 但是請問 花五年全部都學會了嗎 沒有 還差一點 一輩子學不完 好 所以大家繼續加油 來這裡一次 Dormitory Dormitory 就是基隆教育局 主人有講到什麼 你們發現很有趣 當你一個善的種子種下去之後 它就會開始口產 因為大家覺得這是好事 主人就說 Dormitory要不要去基隆講一講 Dormitory要不要基隆教育局 因為我們那天禮拜三開會之前 他剛剛送走一批基隆教育局的長官 請問你自己去基隆教育局說 我叫Gary喔 我想講自根喔 然後我講誰理你啊 不然而易如漢對我讓你誰啊 但如果是所長主任推薦給局長 說報告局長 這位王博士對自根非常有研究 好 看局裡面需不需要來內部人工訓練 聽個兩小時演講 如果覺得不錯 再推廣到基隆各部的校區 民生請大家一句話而已 好 小主人是小主人 所以感謝小主人 OK 好 所以這名字是Dormitory 好 例句 She lived in 梗 She lived in the college dormitory College叫學院 大學叫University 好 像名字是Dormant Dormitory town So then anywhere you work 好 來 第五二 小明 那個雅虎 你們是每週六下午嗎 在哪裡 南京東路 南京東路 同學有時間可以參加嗎 可以啊 可以嘛 好 來 請問雅虎 就早上聽完不過影 下午再聽一次 前兩週的內容 好的 好 那請問 雅虎改天講一講講一講 不會換你講 可以啊 我也不行 那你是講不了十個 你會講一個 可以嗎 可以啊 同學 我今天來講這個Ever Ever就是英式的鼻音 跟英文 它跟美語的AIR AIR 就是同一個字根 所以 英式的飛機叫EverMine 這個就該講 對 好 那我忘記 不曉得怎麼講 趕快看一下我的影片 趕快看一下我怎麼講 那你把你喜歡的留下來嘛 那不喜歡的改掉嘛 就有你自己的Style 不一定要用我的東西 就這樣來的 所以 創新都是從模仿開始 從模仿在創新 好 一起聽一下 Aerodrome 來一句 Tom Cruise Tom Cruise on private aerodrome in several countries 哇 這個 有私人飛機場 下面請問一下 Hippodrome Drone Derry Syndrome Syndrome 你剛才講那個字在這 Syndrome 病發症 因為SynSyn 注意它是相同的 SynSyn SynSyn 其實都是共同的意思 SynSynSyn 因為MM MM是規則級 真的 好 出發出 不是裝可愛 R L M M R L M M 4個 R L M M 所以m跟m可以代換 就像I am I am you am U am 類似這樣的概念 所以共同跑的東西叫必發症 這位男生在臉詞Tom Cruise 其實這個名字很有趣 Cruise叫做搭郵輪航行 Cruise 在海面上 所以他的名字叫做Tom 怎麼樣 搭郵輪航行 就這樣 你可以想台灣的例行郵輪 或者歐洲的名字叫做什麼 挪威號 世界數一數二大人 好 所以在臉詞Tom Cruise OK 那Cruise 延伸到一個字叫Bruise Bruise 這個字 還要請聽一下Bruise 他說Bruise叫什麼 叫擦傷碰撞 好 瘀青 Bruise 那請問兩個有什麼關係 Cruise 水面上摩擦 摩擦 對 或滑過 Bruise 皮膚上摩擦 所以Bruise Cruise Cruise Bruise 不用貝了 好 到底在那 OK 那你說B跟C有隔音嗎 沒有 沒有 好 硬凹可以啦 但是不要硬凹 好 我們是說沒有 但是我們就單純聯想就好了 行音異聯想 好 所以Bruise叫Altain Cruise叫水面上航行 好 所以Cruise Cruise OK 這其實都可以聯想轉航 聯想力到哪裡 單字就轉航 欸 聽 你有那個聽過 Fura Fura 日文 ちょっとね 頭 今日 Fura Fura です 那是嗎 你有日文字 沒有 那個 這工具你要準備的 其實那個LINE就有啦 LINE有日文翻譯啦 因為LINE的母公司是日本韓國的 所以他們最剛開始翻譯就是那個 音翻日日翻音 然後後來有中翻 中翻日日翻中 就是你打字進去 他就會幫你翻 你可以找一下這個工具 訂閱他的官方帳號 OK Fura Fura沒有學過 不用學 為什麼 因為中文有一種運動器材叫什麼圈 Fura圈 Fura Fura是有點頭昏腦脹的意思 OK 所以如果你一天搖一千下Fura圈 你會感覺怎樣 Fura Fura 頭昏腦脹 聯想完畢 所以Fura Fura Fura 今天有點頭昏腦脹 F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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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不用背啊 就是把他用出來就對了 用出來就對了 用出來就記得了 好 所以再領詞Bruise OK 瘀青 Fura 好 第一 所以理論不是拿來純粹的研討 好 除非你是教授 那就是理論的研討 理論是拿來應用的 來 153 所以我們是實戰 來 早上才有一個人在那個微信群組 問那個心毛 心毛有聽過嗎 anchoring anchoring 那是心理學的專用名詞 有聽過舉手嗎 什麼叫心毛 忘了還有等於怎樣 沒聽過 好 那你大概解釋一下 忘了 是 沒關係 就你認為知道的都沒關係 因為這就是一個練習的作者 因為當你練習了之後 你會待會老師再補充一個 哪邊對了 哪邊錯了 我調一下 那下次就會再清純了 對 那心毛是什麼 就是心毛一個東西 總在固定 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然後再延伸一點 譬如說 我跟你說 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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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毛 什麼意思呢 你請被植入一個潛意識 然後就是當我講一個東西 你就會唯一聽完這個東西出來 例如這樣 其實跟這個anchoring的關係 那如果我用在業務訓練 這很厲害喔 我講一個業務訓練的例子 人資要聽喔 因為人資就要學這種 業務訓練的時候 請問你有沒有辦法讓你的業務 跟潛在客戶洽談的時候 第一個 讓潛在客戶 對你們公司的業務產生好感 這個好感是創造出來的 不是原本就有的喔 有沒有辦法 如果你有辦法 你可以訓練你公司的業務 都有這個能力的話 你就很容易讓你公司的業績上這樣 因為客人碰到我的業務就很喜歡我的業務 台語叫做 DAO AN DAO AN的編導編 所以ANDAO 所以ANDAO其實是很主觀的 我認為DAO AN就ANDAO就這樣 我喜歡就喜歡 不喜歡就喜歡 那其實在心理學裡面是可以透過一些技巧 去下心毛 他其實就是催眠 但是是初階的催眠 要學嗎 好像還好 還好就算了 這四五萬 四五萬 後面我們先講了 來 正名字 EGOKISTIC EGOKISTIC OK 這非常厲害 非常厲害 你學了之後重點是 別人在對你下心毛的時候 你會察覺 你才不會莫名其妙要被下心毛 就說我怎麼一直想起這件事 剛才是他一直下我心毛 然後接下來你就可以分辨 是我自己想要的人 還是別人設計的 這個分得比較清楚 分得比較清楚之後 如果 當然我們不要拿來害人 學會之後 這是術 這是法術的術 技術裡面的東西 但都有辦法破的 但是義務訓練的時候很重要的概念 好 必句不分 Susan and Deborah go Susan and Deborah share an intensely selfish Egotistic trait 自私自利的性格 下面EGOISM Egotist Egotism OK 好 好 下面154 Error error 出差 來 一句 She went to Luka She went to New York to bring back her Aaron daughter 帶回她侮辱企圖的女兒 下面錯誤 error 電腦發生錯誤就得有這個詞 在Eretic Eretic 漂不無定 無規律的 在Unearing Unearing Unearing 沒有錯的 因為暗字否定嘛 那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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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醜 那暗字沒有錯嘛 OK 所以有一個句話哦 這句話可以背 To Er is human 簡單吧 還要請一下 To Er is human Is human 凡人皆會凡錯 凡夫淑子 淑人能無錯呢 所以要看這個題目 鳳兒 is human 會台語嗎 森林搭子 второй hold 口 喇 snap 西地 兒〔〔 你finden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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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有看過嗎? 提以塞有靈魂 現在他們講的一般人覺得比較沒有這麼入流 但其實那是很有哲理的 其實是很有哲理的 就是看你怎麼吸收它 這一陣子 這幾年比較少出現 有一位叫Tony Chen 人家說他年年強那個 李秀琳 那是一個議題 那是一個你太不了解好了 那是一個Marketing的議題 你不要太小看這位人 我去研究了他的背景 在中南部他是南霸天 南霸天 那他為什麼不來北部 北部那麼競爭 我又沒有財團的實力 我幹嘛來跟你們北部 南霸天 冰的你死我活 我在台中以南弄就好了 他在台中以南弄的一個協會 類似什麼英語學習協會 那協會的目的就是要來幫助政府做一些事 那政府有沒有鼓勵大家學英文 有吧 那麼協會就可以跟教育局一起發函給各大 國中 國小 高中 高職 甚至大學 發喊嘛 發喊下去 來 學校要協辦喔 協辦我協會怎樣 舉辦免費英語學習講座 那誰辦的呢 主辦的是大蘋果補習班 就是他的補習班 那請問老師誰派來呢 大蘋果補習班 Apple老師 那老師來上課一定胸前一定有一科什麼 大蘋果 那你講義上面一定應主辦單位誰 大蘋果補習班 協辦單位某某某某英語學習協會 某某某某某學校 然後這個指導單位 教育部 教育局等等等等等等 就這樣 就聽說他就這樣在南部 在中南部 就把講比較白話一點 商業的英文叫做 把中南部的學校洗了一遍 在Marketing的說法 就一直這樣 然後他的那個南部的地位就建立起來了 至於能不能夠維持 那是後面的事情 客服啊什麼 但是就這樣 你不要小看這個 他有經濟公司 他之前比較常上節目 他說他一年幫經濟公司賺三千萬 就上通告啊什麼什麼 因為他有他的特色 這個人很有特色 對不對 所以我是研究他的背景 他到底幹了什麼 原來他哇 這後面很厲害 非常厲害 他的協會的操作 一座 因為喜歡去看人家背後的秘密 到底是怎麼成功呢 來這裡是 To all is human 各位有沒有看第四台賣鍋子的 執行長 媽媽呀 新體等你 每天執行長給你拿 對不對 紅色的廚具那一位 來Kitty你都有看啊 那請問 請問他一年段多少 四億 賣鍋子 我們還要學自根嗎 還是一樣好不好 因為不會賣鍋子 請問他最近只賣鍋子嗎 你不知道啊 你最近沒有update 他最近已經從鍋子到電鍋 到什麼 飲水機 到什麼 果在料理機 生機飲食機 到麵包機 這叫從成功走向成功 為什麼 因為他的那一群 他賣了二十年的鍋子 公司在桃園還是中壹 他們公司總共四個人 就是執行長執行長老婆 加兩個員工 一年做四億 他如果沒記錯 他是全台灣第一個 賣鍋子的時候 把鍋子反過來煎蛋的人 只是用裡面煎沒什麼了不起 所以他把它反過來 然後在鍋背上面煎蛋給你看 然後煎完之後 他就把這個東西拿開 然後就 蛋就廢起來 他說哇 這個鍋子那麼厲害 一滴我都不用 他就很會 你知道嗎 很會修這種東西 我不知道確實什麼 沒有買過他鍋子 所以不知道 可是我沒買過 他就已經一年賺四億了 很厲害 超厲害的 所以要累積了 賣鍋子買就行 聽說他在路邊攤開始賣 夜市開始賣 後來跑去嘉樂府買 就被那個嘉樂府的主管長去說 你那麼會賣鍋子來我們嘉樂府賣 後來在嘉樂府賣的時候 被購物台的經理看到 你那麼會賣鍋子來我們購物台賣 然後這樣上購物台賣 然後一人再四億 還滿開心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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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厲害 好 一五五一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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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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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一頭一想 人來 請先給他三人 好 這是去年我在線上辦了一個演講 它是針對多益的 如果你想要對多益的部分有更多的理解的話 你可以再群組 我忘記有沒有放到群組過了 有的話應該是蠻之前的 我再分享到群組 大家自己去下載去看 這個大概一個多小時左右的演講 OK 好 好 然後另外呢 要盡量給全封的是這個 這個是四套亂述提庫 我先講 我怕後面來不及 好 先補充 好 亂述提庫 在這兒 然後把這個安裝方式講一下 這裡是不是有個setup 然後這裡是不是有個serial number 好 複製 有沒有忘記了 複製 然後呢 安裝 這是Dr.I 大概也是十幾年前 跟Toyt 長春藤的Toyt 長春藤出版社的Toyt 合作 Hoo 使用者隨便點 虛號就剛那個 再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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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dor OK 這步驟你要聽清楚 因為 待會兒有一個步驟 很多人沒有聽清楚 一直跑來問我 我也沒有答案 因為你才知道答案 為什麼呢 待會看 好吧 安裝完畢 安裝完畢 在桌面會多一個icon OK 叫Dr.I 好 注意喔 就是這一步 就這一步 好 這邊有個功能叫做新增用戶 所以我叫做berry新增用戶 OK 然後我新增密碼 OK 然後確定 新增用戶成功 所以請問用戶是誰設定的 你自己設定的 密碼是誰設定的 你自己設定的 所以I don't know 有一堆同學 老師你跟我講密碼吧 你跟我講用戶名吧 我說我怎麼會知道你用戶名 沒有密碼 他說你自己設定的 你不要這樣嘛 工作給我們了 就給我們密碼嘛 我說 那是你自己設定的 無意的 所以請聽清楚好不好 你自己設定的帳號密碼 好 所以答案是要登陸 登陸進來 第一尾題目 第二尾題目 開始了 並不斷問 我示範 第三尾題目 我分布 好 問題 但是 你問要不要 No.2 看照片的號碼 假設做完 消卷 好 這樣好 我們得到10分 OK 他做完之後這邊就有測驗分析 他就跟你說第一題你答錯了 然後下面就有什麼 詳解 中音對照 OK 所以全部都有 下一題 每一題都有 每一題都有 除了這個之外 錯題複習 錯了他會幫你整理到這裡 除了這個之外 他還可以怎麼樣呢 會出會入 那全功 如果你再把這四回都練到900分以上 你可以用另外一個功能 叫做自動生成試卷 就是說 他就從這800題裡面去亂述 形成一套新的題目 就是說我這一套叫做Gary888 一秒鐘 試卷生成成功 試手開始策略 OK嗎 也就是說你等於你有N套題目 這800題去亂述組成的 然後甚至還有一個功能 叫任意提醒組成的組卷 好 全功 你覺得多一七個部分 你最需要加強的是哪個部分 那個Reading的Part 1 好 Reading的Part 1很好 那你就把其他都關掉 然後Reading的Part 1就狂作160題 這時候我們就把他取一個題目 把他取個名字 叫做文法好好玩 文法好好玩 OK 好 然後就確定好 160題開始挑戰 解決了 解決了嗎 解決了 解決了 參數錯誤 他有了 好 現在隨便選 好 假設做完 教卷 教卷 0 分 因為這個沒有那個比例 所以他沒辦法給分 好 回到這個測驗分析 好 第一題錯 為什麼錯 第二題錯 為什麼錯 第三題錯 他這邊都有詳情 好 妹 瞭解嗎 好 全風 待會 下個就給你 因為他六回都做到990了 我沒有理由不給他 所以全風什麼時候扛 明天 明天 好不好 今天回去 沒有 今天還要再做那個 你不是有給我兩回 我已經做完一回了 OK OK 今天還要再做 對 這個你也可以用 對 那這個你就放輕鬆了 放輕鬆了 但是一定要吃飽 睡飽 精神好 然後輕鬆的去考試 提前到 日本人的說法叫 身心靈要準備好 OK 因為這會影響你特殊的 你有沒有用紙本練習過 有 有沒有一個比例 要 要嘛 就這樣 然後接下來就是 Just Relax 非常重要 放輕鬆 OK 對 因為他的關係 所以其他同學賺到 你們做三套990了 他做六套990了 好 所以回來 請看156 以前也叫Fedle Fedle 其實我有好多這種東西 但沒有講到 沒想到 所以就沒講 好 因為只要二十年了 好多這種東西 好 下面一句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federal government 聯邦政府 下面Federalism Federate Federation 當初這個五月花號 英國移民到美洲 美國那邊去 聽說他們在船上面就寫了這個相關的條款 就跟大家約定好 我們到這個新大陸之後 大家要共同遵守這些規定 因為那時候 後來就到美洲了 到美洲之後 接受了原住民的幫忙 所以後來的前日叫 Thanks Early 感恩節 是感恩美美原住民的協助 然後後來慢慢的 英國殖民變十三週 所以這是他的歷史 現在已經要open十週了 來 157 你這年叫Fervent Fervent Fervent 理句 She has She has a fervent desire to win 強烈的獲勝愉 那名Fervent Fervent Ephor Fantam 熱烈 特急 第五半 意思是 Fiction 理句 For years 他 managed to keep up the fiction 多年來設法一直給人未婚的獎項 那麼應該Apogee Figment 然後Figure Fig Fic Fig Pd 什麼字根 Fic Fig就是一樣 因為B科就是B科 B科就是B科 因為科有生物生嗎 什麼字根 就是錯啊 上一節問你哪 Fac Fec Fic 所以你會發現我的問法不一樣 我現在不讓你看 因為你看三遍 這叫主動複習 所以各位在學的時候也是這樣 當我看了幾遍之後 看到對我來說太簡單了 所以你要練習怎麼樣 憑空想像 F-C F-C 那不就是剛才那一頁嗎 F-A-C F-C F-C F-U-C F-Y-C 然後不是有Factory 不是有Facial Effect 不是有Science Fiction 對不對 所以你剛才講的如何延伸更多 延伸更多 所以做 後來變成什麼 杜鑽曲構 上次Donut講了一個很經典的科幻小說 Science Fiction 他講了兩個字叫做夢 所以科學家說現在要預測未來的科技很簡單 所以我知道怎麼做 在聚集裡面 去看電影 所以科學家說未來三頂的科技 通常都在現在的電影 就現在還不存在 但是三到五年後就會被實現出來了 好 這很厲害 很厲害 來 159 我剛剛跟我媽媽講 說那個Google Google剛剛上個月通過了一個專利 就是它可以收集我們地球上 每一個人使用Google或使用網路的資料 然後它就可以全部記錄起來 記錄起來之後 它獲得一個專利 就是它可以把你個人為國 你從幾年開始用Google 十年前有嗎 好 這十年來 是不是你的資料散落在我工廠 Google有這種能力 這個big data 去收集所有跟你微國這個人有關係的資料 當然它要去分辨 微國可能有2852個在台灣 你是某一個微國 從很多的資料 從推出的資料 從Gmail的資料 從你的硬碟 全部都在Google裡面 接下來 當你百年過後 就百年過後你不在喔 Google會弄一個半人工智慧的東西 把你這個人所有的資料丟進去 然後就會出現一個網路虛擬為國 然後你的後代子孫 就可以來跟你這個虛擬為國互動 請問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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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時候唸氣管是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那個虛擬人就會幫你回答問題 就是你如果有PO一些歐大的照片 或師大的照片 春久的照片 尾牙的照片 上課的照片 他就會把它瞬間裝出來 然後你看 我在師大幾年幾月幾號上一個什麼課 我跟教授討論什麼什麼 然後你寫了什麼論文對不對 他就幫你從佛碩士論文資料庫那邊拉出來 你看 我這個在那邊念了多久書 後來寫了一篇論文 災藥在這兒 你看一下 這就是你阿公做的研究 超恐怖的 就是你不在啦 但是你的虛擬人還在 你的虛擬人還在 那這很好顧吧 那像我們這一代 我是高中才用電腦 所以高中前的十幾年 在網路上是空門 對不對 但是像小朋友這個世代 他們從脊椎開始用電腦 幼稚人才用電腦 對不對 所以他幾乎一輩子都在網路上 那就很恐怖了 所以以後這個人掛了 但是他的虛擬網路人 會一直存在網路上 很好 很好 那這個就有商業價值 也就是說 以前愛因斯坦掛掉就掛掉了 但是如果現在有 例如愛因斯坦這麼重要的人 我們就把他所有 用網路的紀錄全部收集起來 然後就把他弄成一個 半人工智慧的虛擬愛因斯坦 那時候你可以跟他討論 相對論跟他討論物理學的東西 然後他會自己去律算成功動 哇 這個就厲害了 對家人來講 我很思念某某人 然後我就可以把他的 Big Data 收集起來 然後就跟這個電腦虛擬的 每天可以互動 我們在三年前去過澎湖還記得嗎 有啊 照片調轉眼看 好 本來我們計畫五年後要去哪裡 沒關係啦 我現在幫你合成 他自己網路就合成了 來 我們合成帳通好了 其實有部電影那個 剪刀手愛德華那個演員叫什麼 巧克力寶寶場 那個男演員 強尼大夫 強哥 對… 強尼大夫 強尼大夫這個人很有趣 他曾經演過一部電影就是 他是科學家 然後他最後把自己變成電腦人 然後跟著他的女朋友還是太太 反正跟著他的partner 他就在影幕上跳出來 他的目標很簡單 就是把全世界所有東西都耐以化 全部耐以化 然後他的終極目標就是把自己耐以化 把自己耐以化之後 融入全世界的任何東西裡面 所以他就可以控制全世界的東西了 這一種模仿對不對 強尼大夫 有人對強尼大夫的評論是這樣 強尼大夫演正常人的片通常不會紅 連怪咖的片通常有 例如什麼巧克力工工廠 尖刀手愛德華 然後還有這部 所以這就比較紅 相對 然後又九 一行人家 confined 一句 I confine in Him and He has never deceived me 為什麼 deceive 叫欺騙呢 因為有一個字叫接收 receive 那我不讓你聽 不讓你看 不讓你接收真實的訊息 就是我想要蒙蔽 蒙蔽是什麼意思 蒙上眼睛 不讓你看真實的事情 好 所以deceive deceive 來下面 infido perfidious perfidious 托福字了 再來dividend 好 dividend為什麼缺乏自信呢 因為dif dif就是什麼樣子 dif 就是dis 對 否定 沒有 往下 dif就是dis 好 來 Mass out 你為什麼有熊大的衣服 Line 多少錢 199 199 他還OK 你知道Line配付錢嗎 對嗎 因為之前我們用LinePay LinePay 就是Line其實有付費機制 有用過幾句說 我們兩位 那個是刷卡 我所謂LinePay 是它國泰司法有儲值金 然後它直接從戶口去扣 對 LinePay 所以台灣這塊還落後於大陸 大陸的維新引到很恐怖的階段 很恐怖的階段 就像剛才那個溫度一刷子過了就不減 對 好 最後啦 最後啦 一行一下profile 所以我們自己要加油 我去北京上課來看一下 原來是我們落後不是對來落後 再來是profile 當然我們人文方面是比較幾乎 人文 他們總覺得台灣來的這個特溫柔 氣勢比較好一些 一般來說 然後這個例句 the deal the deal will certainly raise the company's international profile ok 所以raise叫上升 raise raise 所以這個字跟講完差不多啦 八丁文字跟叫做 oriri 來請一下 or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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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丁文 o代表太陽 ri是上升 所以太陽不停的上升 叫做oriri or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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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可以找啦 or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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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是拉丁文 那這個reiri oriri 被拿來變成上升 一請一下raise 後來我們一擴張 變成三個意思 一請一下raise 三個意思 三個意思 raise your hand 舉手 raise a child 養小孩 pay raise 加息 舉手養小孩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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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tty 舉手養小孩加息 怎麼聯想 就是我剛剛說 我老闆舉手說 我需要加息 才有間養小孩 對 不信你看 不然好這樣 有實際那個 例子 對 舉手養小孩加息 那你這樣一想完 舉手養小孩加息 記住 好 這是想像喔 不要真的這樣說 全公司會議 舉手 老闆說 Kitty幹嘛 我要加息 為什麼 養小孩 想一下嘛 想完就OK 好 下面一請你加orient 後來請問太陽升起哪一方 東方 所以orient叫東方 後來orientation叫定位 這個定位後來變成新生訓練 因為新生訓練 本來剛到這個地方不曉得東西南北 稍微定位一下 給它東才有西 給它東西才有南北 所以四方就可以定出來 OK 對不對 Any questions 你剛一個行銷的名稱 新毛 對 好 如果你急著走可以先走 來 但其實後面比較貴 後面要講這個比較貴 好 叫anchoring anchoring 好 我把製造給各位 在這裡 剛才魏博說的是對的 它在船、船務方面 就是那個船靠港、靠岸 會下毛 那個毛很重 所以船才不會被飄走 好 那心理學的用法 anchoring 就是你可以下一個新毛 讓對方對你產生好感 很簡單的道理 請問 人在講到他喜歡還是不喜歡的東西的時候 會有好的感覺 喜歡嘛 對不對 舉例來說 就是說我有一個潛在客戶在旁邊 這時候你說 林總 你平常喜歡看哪一方面的書啊 你覺得吸收到很多的知識啊 他說我看一下 我喜歡看這個商業書籍 而且日本人寫的圖文並茂非常好 這時候呢 會有技巧 這個話五萬塊學的 他的技巧就是 你要不經意地 譬如說他的手走了 就是一個anchoring的點 就會說這樣子 就是你要往這個方向手 往這個方向動 然後這時候說真的嗎 平總 這樣很自然 你不要這樣 真的嗎 林總 這個機器人 真的嗎 林總 所以就意念上 就在他手肘這邊點一下 如果 比如說林總那你喜歡吃什麼東西 是日式的還是義大利麵 我就喜歡吃日本料理 所以他應該是個哈日族嘛 對不對 林總真的嗎 你這麼喜歡吃日本料理 那這時候你在做什麼呢 你在不斷地加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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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向的好感 OK嗎 有聽到嗎 確定嗎 聽不懂 好 那下次再講 董事長 董事長 你只要這樣子就覺得 當然不只 表面上是這樣 人生的表象與實相 表象是這樣 不然我花五萬塊學的 兩句話就講完了 怎麼可以這樣呢 這不公平嘛 我只跟你講技術是這樣 但他還有內在的東西 對不對 基本原則很簡單 就是 你在幫他加強正向的都是在手中 那如果 林總你最討厭什麼樣的人 我最討厭什麼什麼的 這是你的手 人是在肩膀 真的嗎 這個人我會碰過 這樣這樣這樣 好 所以下次結論來喔 痛點來喔 所以結論看你有沒有聽懂 初步的概念 手肘是好感還是壞的感覺 好 肩膀是好感還是壞的感覺 我只是舉例喔 不一定手肘一定是好感 聽懂嗎 我知道 對 如果他站著坐著 他怎麼樣這樣 或站你對面 這時候你就不能 欸 臨走 你這樣弄不是就很奇怪嗎 或是舉例已經要活用 好 當你已經下了這個 Anchor的指定之後 當你在講你們公司的產品 你要碰手肘還是碰錢嗎 Yes 應該會有產生一同感 好 當你在講競爭對手的產品的時候 要碰手肘還是肩膀 你走 對方的產品也不是不好啊 對不對 不是講比較壞話嗎 但是當你一拍的時候 就自己連結了 那個 我算了 對 這個很厲害喔 這是業務技巧 高等的 高端的業務訓練 好 如果你們公司需要 我就可以講一下 這個很厲害 這個很厲害 不錯 這是初階的推念 還不是進階的 還不是進階的 但是很厲害 好 但是呢 按照神經語言權 對 就是跟追念有關的關係 OK 那我有學過 德學完之後都把它忘了 今天是有人想到的想到 這個董事 你小禮拜再 share一些 你都會呼吸 你都會輸回來的 OK 他不是二十九 因為我學過太多東西了 對 OK 你問問幾乎就回答 對啊 OK 吃如不言言無不盡 好不好 因為這個很有趣 我突然想到你講到這個 就是我想到你上次有分享說 你去北京上課兩次到課的時候 然後你在七秒鐘那一段 會來到你的臉上 你是不是類似這樣的心法 標準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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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有聽過我另外的演講 有 一樣的 其實就是很可以 被你破解了 之前講案例 現在講原理 其實就是這個 開個都是你 這是我去北京上課的照片 這次我去北京上課的照片 今天那學問 那個 bread 什麼 這個 Créable 那是課王之所以 尾風可以停嗎 好 好 Contact aston